这是拿手电罩的啊 这菜十八尾啊 这是鱿鱼啥的 尝一尝泡菜的 来我去 我们今天找一家韩国餐厅 好小好小的韩国餐厅 好像就是简餐 酱汤啥的 十三尾一个汤 这是辣的不辣的 汤不太懂啊 我还得翻译 这炒天糕大了 冷面十一点五 半饭十二点 非常温馨的一个韩国小馆 这是纯韩国人 一句中国话都不懂 菜单也是韩国汁 韩国汁和德语 来一个小烧酒 柠檬味的小烧酒 这个酒肯定能喝多 这是专攻出口的 看 产地在韩国 三个小菜 这种风格非常好 非常温馨 这好像是一种复古的感觉 你看你后面这个变化啥呢 小娃娃小玩具 他们家除了这个灯光混乱 其实没啥毛病 你看这姐多气势 这网友现在都提起来 以后叫大姐姐 叫啥都不守 叫啥都不守一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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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哪儿也行 叫啥都不守一哈 叫啥都不守一哈 这我想念意久的 辣白菜 马上要吃点反肠的 尝一尝泡菜 哎呦我去 就这份 真是这份 这个比这个中国城买的 一包的那个中国大老家 好吃多了 这是个鱿鱼吧 这是鱿鱼炒什么 这个菜十八毫 这个菜十八毫 一会儿那个汤也是十八毫 这是拿手电罩的 这菜十八毫 这是鱿鱼啥的 灯光馆了 好吃吗 可以吧 这是什么果 骨豆吗 在这个德国汉堡 吃一顿寒蝉 看看需要多少钱 感觉我们俩这顿没有 个六收下不来 应该 尝一个鱿鱼吧 味道可以 它怎么样 这个是鸡肉 这个是鸡肉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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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鸡肉 鸡肉 鸡肉 给你拿下勺吃 拿下勺吃 拿下勺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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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鸡肉 这里面来的 这个鸡肉 也不少 有点偏甜 这是鸡肉 但是鸡肉 鸡肉 吃 鸡肉 鸡肉 就是鸡肉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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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鸡肉 这是鸡肉 主要是鸡肉 这个鸡肉 是鸡肉 其实鸡肉 所以鸡肉 和鸡肉 就是鸡肉 周边的都是韩国人 我们也好久没有吃韩餐了 咱们主要这些菜就稍微有点偏甜 稍微有一点偏甜 但是这个鱿鱼也非常多 我们的辣酱放在韩国 好了 我这属于是韩国三楼的 韩国三楼的 这个吃的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鸡肉 土豆和洋葱 还有鸡肉 这跟我们那个村鸡肉这里差不多 他们就是甜口的放辣酱 放那个朝鲜辣酱 韩国辣酱 我感觉要是中国人的话 就回到八岁年代 韩国的话我就说不到是哪个年代 因为我去韩国比较少 因为我去韩国比较少 我们一共去韩国 也去了三次 对吧 去了三次 再来一口筋鸡 这顿饭吃的相当圆满了 每个人两碗饭 每个人两碗饭 菜也没了 这个肉实在太多吃得去 吃太贵了 真好吃 吃吧 吃吧 我大鼻子吃不来了 吃吧 成熟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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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明天去丹麦不一定有没有了 哎呀太香了 哈哈 我们在这家吃的饱饱的出来了 看看我这大肚子吃的 这么多天 除了这个中餐 就是这个吃的最多 但这个比中餐吃的还多 这个韩餐和这个月餐 我感觉我都比较喜欢 好像就是这个中餐好像差一点 除了那个四川火锅 比较好吃以外 感觉其他的做的都很一般的 那烤肉那天吃的很多 在法国 就是这餐韩餐吃的最多 看着大肚子 哪像多的 我感觉胃有点疼 胃疼了吧 嗯 吃太多了 我们一人吃了两碗饭了 头一次这么些天吃两碗饭 好了这个吃韩餐的视频 就到这结束了 但是消费多少钱呢 你们可能不知道 你们参与一下 我们刚才那两个菜就啊 两个菜 一瓶烧酒 每个人两碗饭 你们参与一下多少钱 好了这个视频就拍到这了 我们下视频见